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 是一套位于休斯顿非常美的小区 Bridge Land的一套定制豪宅 这套房子是70多万的报价 有5333尺 12800尺的占地 这些都不是最重点的 因为有很多的房子可能有这个面积 这个价位这个占地 最重点的是它在Bridge Land这个小区的位置 是非常的得天独厚的 那现在如果您在想在这个小区 买一个同样位置的房子的话 可能就要加价二十几万美金 才能建在这样的位置了 因为这个房子是正向朝南的朝向 因为中国人来讲的话 我们朝南的朝向比较喜欢 再加上这个房子后院有泳池 泳池望出去又有湖又有大大的草坪 所以后院看上去非常非常的辽阔 它在Bridge Land的中心位置 学区是十分非常的好 然后又是白人区的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一个定制房 所以这个房子的各种各样的档次 来决定了这个价位 不过这个价位在Bridge Land这个小区当中 并不是很高的 因为在这个小区新建的定制房 都要在150万美金以上 所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现在先让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很安静 我们走进这个房子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 我们一进门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大旋转楼梯 这个房子的我指的这个方向就是正南向 所以其实这房子采光非常好 可是呢这个房子的主人把窗户上弄了一层黑黑的沙 所以就其实有点挡光了 然后我的左手边上来是一个这样走上来的一个很传统德州式的书房 就这种风格上来讲真的是有的人很喜欢 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有点老气 我觉得就是特别有那种老美国的感觉 好 我们走下来了 往里走 这边呢就是一个客位 整体它这个房子的风格就是挺老美国的那种高档感 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客厅 一个大的高挑厅 其实这房子很亮堂的 我背光了 我从这边看 玻璃上面都有一个黑黑的纱窗 所以外面看上去有点暗 因为这个房子是朝南的 很多的美国人不喜欢家里很亮堂的感觉 这是它的厨房 你看这个厨房跟很多的厨房还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是 这个房子的这些电器还真是挺老了 这电器估计用了不少年了 没有换过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它很不足的地方 石木白叶窗 现在我们看到这儿就是早餐厅 好了 在厨房的右手边再过来就是一个客卧 其实这个客卧和主卧的朝向都是朝南的 朝向是很好的 这是客卧的洗手间 好 我们现在去主卧看一下 整个房子的掉掉 这就是住屋了 有的时候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老是把家里弄了乌起马黑的 其实这个房子很亮堂 你看 因为这个房子是正朝南的朝向 你看 因为这个房子是正朝南的朝向 现在这样来到了在这个雨室 雨室很大 而且雨室还可以走出去到院子里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游完泳就可以通过这个门过来 直接到洗澡的房间 现在我拍的整个整体的状态都是没有开灯的状态 所以稍微有一点暗 因为它还有灯好多啊 现在进来一个巨大无比的衣帽间 哇 好大的衣帽间 哇 好大的衣帽间 衣帽间还有窗户 好了 我们现在上二楼看一下 跟大多数房子造型是一样的 一上二楼就可以看到下面宽敞的大客厅 然后到了二楼之后呢 先让左手边走 这个地方就是Game Room活动中心 这个房子的 就连它的地毯都是加厚的那种 升级的好地毯 一开门外面有一个阳台 从这个阳台就可以望出去 看到这个院子了 湖 草坪 泳池 尽收眼底 这就是美丽的Bridge Land 这就是美丽的这一套房子 好了 我们先进去看完了 待会我们再去院子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就是供在Game Room玩的人洗手用的 好了 我们再去院另外一边 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 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 就放一厅了 黑乎乎的 放一厅 阶梯式的 可以这样一层一层的走下来 阶梯式的放一厅 放一厅的对面 是一个带洗手间的房间 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 直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再从这个门走出来 旁边还有一个房间 哇 全家只有这一个房间的 百叶窗是开着的 所以这个房间就看上去好亮的 其他的房间百叶窗都是关着的 这个房间是带洗手间的 单独带着一个洗手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了 我们现在就去它的漂亮的院子看一下 一打开门出来 这边先是一个桌子 椅子 从这个方向开 整个院子就是这样的 院子虽然不大 全部做了硬化处理 然后 你可以从自己的院子 直接去后院的湖 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去后院的湖 有湖 有草坪 正南的朝向 这个房子可以说在我们中国的风水上来讲 是非常棒的 只是这个美国人他喜欢家里暗 所以他把所有的窗户都做了黑纱窗这一点 我也是觉得有点缺遗憾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了 如果您对修顿的地产感兴趣 可以随时叫我微信 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